往前致命一击 西班牙女皇朵都来不及了 随着羽谈最美女神大哭彩 两局斩杀奥运冠军马林之后 获得了一个法国赛四强的名额 又成了日本女单最后的独秒 接下来大哭彩要与戴兹颖 争夺一个决赛名额 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有意思 戴兹颖曾八连杀最美女神 绝对是大哭彩的最大可心 但是在月初的亚运会上 戴兹颖遭遇了 两人交手以来的唯一一败 不过当时的戴兹颖受伤并影响 不是在最佳状态 并不具有太大的参考性 我们就通过去年丹麦仔两人的交手 来分析下戴兹颖 究竟是如何克制大哭彩的 在多拍当中 戴兹颖直接的发后赏实物长了 确实因为双方那个整体能力差距比较大 反拍戴兹颖还是在勾队脚当中的出现失误 刚才是出界这个没有过 很主动的机会 连续的正手 发拍对角失误 在多拍对抗上 大哭彩确实是能够与戴兹颖有着比拼的实力 但在于球迹的处理 以及心理的博弈 明显是略逊一筹的 压到后赏的判断有点犹豫 戴兹颖的过渡球失误 停顿之后的放网 这种放网还是会给对方的启动 造成一些压力和威胁 大哭彩后场判断失误 这个球发的 首先你的基础能力 你就没有戴兹颖那么强 再加上你多拍相职之后 拍的质量没有戴兹颖高 这个球交错太高了 回放的没有过往 戴兹颖不管在与谁的对阵中 往往丢分最多的是自身的主动失误 但却有球迷说只是主动送分 也许是为了场面更具悬念吧 但丝毫不影响对戴兹颖球技和实力的认可 在控球方面 戴兹颖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性 场内的调动能力更强一点 大哭彩在这方面 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正手的身后球 漂亮 戴兹颖手上的定位还是多 戴兹颖就开始出现这种失误 关键戴兹颖的打法 就决定他一定会失误 这是很好的机会 就是在多拍当中戴兹颖的主动失误 反拍推后场失 好漂亮 戴兹颖这个能力是真强的 可以说大哭彩在全方面都有着一定的水平 但这些水平并不是非常突出 面对戴兹颖的主动失误 和与戴兹颖的多拍对抗 大哭彩是能够在其中找到拿分的机会的 戴兹颖这分球 这分球戴兹颖在多拍的拉到当中 还是要相对来讲给到了 他的拉掉结合突击打法就是最适合他 那么可以看到陈里飞通过比较多的拉掉 创造进攻机会 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进攻来得分 包括在这次比赛当中 同样也是用进攻的打法 2比0这样的戴兹颖 这就是看到球员们都是在向着 越来越全面去来提高 和去这样的一个进化 好球戴兹颖这分球 自己的一个最适合的一个状态跟打法 这个多拍当中呢 戴兹颖的比赛就是这样 阶段性失误 他会这么多比赛对吧 都会出现这么多失误 就证明这是他打法中的一部分 又是 大哭彩在逆风情况下的心态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比分差距悬殊的情况 接近追平 打出一波6比0 大哭彩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多次试你赛都是银盘 就是在关键比赛当中 就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 对吧 他在关键分当中 就是没有银盘那么坚决 但我们不否定李宗伟的能力 这个他技占这个能力 压直线 这是一个追身 哇 正所拱对角 大家就是在 不要去选择性去听 中尾的心理素质方面 在决赛当中 还是显得要脆一些 当然这个可能是 马来西亚很多球员 从后半场的情况看来 大哭彩在球技方面 有着明显的不稳定 多次的失误 把分送给戴姿颖 而面对戴姿颖这方面的反击 就把差距显现出来了 球迷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的 才有机会 我不可能说你强行去打进攻